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博 大家知道呢近代的科技啊依赖云端的高速运算越来越深 业界呢这几年在推广所谓的云原生超级运算 到底云原生的超级运算跟一般的超级运算有什么差别 还有就是台湾呢也推出了云原生的超级电脑台湾三二号 到底啊台湾三二号它的性能特性有哪些 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云原生超级运算时代 第一个我们谈一下什么是云原生超级运算 第二个呢介绍云原生超级电脑有何功能 第三个谈谈云原生超级电脑如何运行 第四个就介绍台湾三二号云原生超级电脑的规格 第五个呢我们就来介绍台智云TWCC的AI HPC超级电脑有哪些特色 第六个谈台智云的超级电脑应用实力 今天呢我们的文章取自于Rick发表在NVIDIA部落格的文章 以及台湾智慧云端服务公司的网站 首先啊这个文章就提到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啊 正在当地呢建构一台云原生超级电脑 而且啊美国有两个研究团队 正在分别开发云原生超级运算的关键软体 这个呢是由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 以及统一通讯框架联盟共同合作 努力啊要实现加速资料演算法的能力 二亥二州立大学正在更新讯息传递界面 这个称为MPI 它的软体以及强化科学模拟 所谓的讯息传递界面MPI 是一个平行计算的应用程式界面API 通常应用在超级电脑啦 电脑重集这些非共享环境的程序设计 大量平行运算对电脑而言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及花时间的过程 因此呢需要发展讯息传输界面 才能用标准化的平行处理计算 在分散式记忆体之间 实现资讯通讯的一种规范标准跟协定 简单的说呢 如果只有一个处理器来运算的话呢 基本上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有大量的处理器 要做平行运算 也就是同时来做运算 你就必须把一个运算工作 拆分成很多个工作 给不同的处理器来运行 所以呢他这边说 大量的平行运算对电脑而言 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一个程序呢要怎么拆分 才能够呢 让大量的处理器帮你运算 而且呢要有很好的效能 因此啊这个MPI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云原生超级运算 云原生Cloud Native 它是一个现代进行软体 开发跟运行的概念 这个有别于啊 过去的单机架构 开发的模式 是将这个软体呢 迁移到云原生的架构上来开发 而且透过这种开发方式 所建立出来的软体 我们就把它称为云原生的应用 以前的这个超级电脑呢 是单机的架构 各位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团体啊 都有能力去维持一个 单机架构的超级电脑 然后来进行相关的云端运算 因此呢大家就开始啊 把超级电脑呢 放到云端去 用云原生的概念呢 来开发这个软体 我们呢就把它称为云原生应用 这个就好像啊 花生酱假巧克力一样 云原生的超级运算 融合了两个业界 现在领先的技术优点 首先呢 云原生超级电脑 融合了高效能运算 就是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的 强大运算力 还有就是云端服务的安全性 跟应用性 这样呢 企业就不需要自己去管理 一个单机架构的超级电脑 可以把管理超级电脑这个工作呢 交给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进行 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啊 这个云原生超级运算呢 提供一个效能强 如top500超级电脑 各位知道现在全球 有许多的超级电脑 在竞争所谓top500 前500强 这一种高效能运算的云端 它呢在不牺牲应用效能的情况下呢 可以同时允许许多用户 安全的来共享这个超级电脑 我们刚刚谈过 过去的超级电脑呢是属于单机架构 必须有使用的单位自行来维护跟运行 这个其实难度非常高 并不是啊 每一个企业或者组织都有能力 去维持一台超级电脑 把这个超级电脑呢 改成云原生的架构之后呢 开发者就只需要从远端呢 连进超级电脑 就好像我们平常在用云端的服务一样 所以它呢结合了两个特性 一个就是高效能运算 第二个就是云端服务的安全跟容易使用 云原生超级电脑有哪些功能呢 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功能 首先呢它允许多个用户 共享一台超级电脑 同时啊 确保每个用户的安全性跟私密性 这种能力被称为多租户隔离 在现今的商业云端运算服务啊 非常的普遍 但是一般呢不会出现在技术跟科学应用 为主的高效能运算系统中 那什么意思呢 传统的超级电脑呢 通常是由单一的企业组织来维护运行 它呢考量的都是运算的效能 通常不会去管安全服务的性质 现在呢我们谈云原生的超级电脑 就会同时有许多用户 因此呢安全性跟私密性就非常的重要 而这个东西呢会降低系统使用效率 意思就是啊在云原生超级电脑安全性 私密性变得更为重要 其次就是云原生超级电脑使用资料处理器的话 它可以储存租户隔离安全和系统管理的任务 所以这样可以卸载中央处理器的运算资源 让中央处理器专注的处理用户的应用程式 让系统的效能最大化 如此一来呢 超级电脑便能在不损失效能的情况下 来实现云原生服务 而这个资料处理器呢 未来能够处理更多的卸载任务 让系统在运行人工智慧这一类的高效能运算的时候呢 保持它的运算效率 云原生的超级电脑是怎么运行的呢 超级电脑通常有两个大脑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CPU跟运算加速器 那么如果是人工智慧的运算呢 就是这个图形处理器GPU比较多 运算加速器通常集结了数千个处理核心 可以做高效能运算跟人工智慧作业的负载 里面呢最重要的平行运算加速功能 中央处理器呢 通常是针对快速序列处理的演算法来设计 但是呢 随着管理系统的日益庞大复杂 通讯层数也不断增加 就会导致这个CPU的负担越来越重 这也就是为什么NVIDIA在云原生超级电脑 会导入第三个大脑 就是资料处理器GPU 它能够协助建构更快更高效的系统 而且GPU能够卸载安全通讯储存 这三个现代系统管理的工作 在传统的超级电脑运行中的运算任务 有的时候啊不得不停下来 等待中央处理器的通讯任务 这是业界熟知的问题 称为系统杂讯 意思就是说呢 在传统的超级电脑里面呢 通讯的功能 很多软体是交由中央处理器CPU来处理的 这个时候啊在处理的过程 就常常会卡在中央处理器 必须等待它去处理通讯任务 这个时候系统的效能就被降低 因此呢把安全通讯跟储存这三个功能交给资料处理器 这样呢就可以分担中央处理器的工作 才能够减少系统杂讯的问题 因此呢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啊 NVIDIA有三条产品线 一条产品线就是所谓的CPU GRACE或者下一代的GRACE平台 当然你也可以用Intel的CPU来处理 第二个就是GPU 这个也非常重要 这个是人工智慧运算的核心 在NVIDIA用的就是安培这个架构的产品 第三个就是NVIDIA在推的资料处理器 DPU就是这个BlueFear这个产品线 根据二亥二州立大学这个MVAPICH实验室 是高效能运算通讯领域的专业机构 这个实验室早期的测试显示 在云原生超级电脑执行某些高效能运算 作业的速度是传统电脑的1.4倍 而这个实验室呢展示的结果也显示 云原生超级电脑跟既有的这种HPC系统 在运算跟通讯功能可以达到百分之百重叠 而且效能可以高出百分之九十九 再来呢我们就谈谈啊 在达拉斯举办的超级电脑大会 SC2018 Super Computing Conference 2018 公布了全球500强的超级电脑名单 以及最符合节能设计的前500款超级电脑 其中呢由台湾国家高速电脑中心 云达还有台湾固网华硕共同打造的 第二台超级电脑台湾32号 一举啊挺进全球超级电脑前20名 同时呢在节能设计也名列第十名 这边呢我们列出台湾32号的规格 各位发现呢它里面总共有252个节点 有9000多个CPU的核心 还有2000多个GPU 记忆体有193个TB 储存元件有10个PATAB 这个TERA是兆 PATA是千兆 所以这个硬体规格呢是非常的高 那软体环境呢它资源各种不同的作业系统 还有开发的环境另外呢单一个节点使用的是 Intel的CPU还有NVIDIA TESLA V100的GPU 在人工智慧的架构里面呢 他们使用了TensorFlow啦 Cafe啊 PyTorch等等的软体框架 这个呢就是台湾32号的机房 那么相比于过去打造的第一代台湾3 是用富士通的系统 第二代的超级电脑台湾32号 分别是采用Intel的ZR GO的6154的CPU 还有NVIDIA TESLA V100的GPU构成 总运算核心呢高达17万多组 而且呢拥有9个PATABB的运算效能 这个PATAB是千兆 在全球前500强的超级电脑名列20 而且节能表现啊 每瓦可以达到11个GIGA FLOP 表现呢名列第10名 那么原本在全球前500强的超级电脑排名 第95的第一代的台湾3目前就退到了237名 可见目前全球仍然在各地建立了超级电脑 而且竞争非常的激烈 各位知道这个台湾3二号原本就是由科技部的经费来支援的电脑 所以他主要是提供学术研究来使用 当然怎么样把政府的资源能够分享给企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台湾3二号这一次就用了一个新的方式 委托台智云来提供政府的资源建立的超级电脑 给台湾所有的企业使用 当然就是要扶植本土的企业 尤其在各种高效能运算上能够做出更好的成果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TWCC是如何来分享 这个台湾3二号企业相关或者其他的组织使用 TWCC的云原生超级电脑称为AIHPC 超级电脑系统它主要可以提供高效益的运算 也就是以租代买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 就可以取代昂贵的人工智慧 跟机器学习的硬体资源 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投资报酬率 大家知道如果你要自己架设一个超级电脑 来做人工智慧相关的运算 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成本 使用这个云原生超级电脑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节省成本 那么很多系统管理的工作 就可以交给云端的服务厂商提供 透过AIHPC可以提供多种AI使用场景 包含像基因定序的运算 可以让产品快速的上线 可以做人工智慧来改善流程 甚至可以做交易风险的管理 病理的切片 这就是医疗的人工智慧 还有就是做产品的设计 甚至是广告投放 还有影音串流等等 TWCC的AIHPC 也就是台湾三二号的超级电脑系统 它在效能绿能还有服务上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这里面主打的就是AIHPC as a Service 超速的系统性能 包含运算网路跟储存 可以支援大规模大量的加速运算 同时是订阅的服务 所以可以提供不同的付费方案 它也支援多种框架 包含联邦式学习 NLP NLU 还有NVIDIA Klera的Image 甚至是OpenMPI 刚刚我们介绍过的 基本上都有支援 客户应用的案例也非常多 包含精准医疗 基因定序 大量的医学影像分析跟药物研发等等 同时它是属于Cloud Native 云原生的技术架构 这里面包含了高速的运算服务 容器的运算服务 Container 还有所谓的虚拟运算服务 可以提供云端的物件储存 虚拟的磁叠服务 还有高速的档案系统 同时它提供了跨节点 平行运算的AI训练加速功能 效能的提升会随着GPU的数目增加而增加 其中使用32GPU可以提升30%的效能 使用64GPU可以提升37%的效能 而且它的节能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 另外TWCC的AIHPC超级电脑 更重要的特性就是安全和规 第一个资料不离近 因为所有的主机都在台湾 所以不需要送到境外 而且它是在地监管 还有就是它背后是科技部支持的台湾32号 所以它是国家级的主权云 再来就是对于人工智慧训练资料 非常有安全保障 特别是把机密的资料 储存在政府监管的主机里面 安全性当然会比较高 它是国网中心资讯安全维运中心 而且是资安战情中心负责来协助管理 同时认证合规法尊 通过各种不同的认证 还有三级的资讯安全防护 第一层级就是策略层级 依循政府规范的 资通安全责任等级 A级的机关 再来第二个就是异地备源系统 有台中台南分散安全保存 再来就是营运层级 它有基础安全的设施 同时TWCC的AIHPC超级电脑 也有性能方面的优势 它是一个高效能的推论引擎 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人工智慧的推论 可以提供相关的运算 这边可以发现在不同的GPU数量的时候 使用TWCC的原生系统 跟使用其他平台的云原生系统的一个比较 各位会发现TWCC的云原生系统 大概都有20几%的效能提升 平均的延迟针对不同的GPU数目 TWCC它的延迟时间也比竞争对手还要低 这个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它的主机就是针对超级电脑设计 而不是一般的网路通讯功能 大家知道一般的民间企业 不管是台湾或者国外的公司提供的云端服务 主要并不是针对AI运算或超级电脑 它呢主要都是一些网站架构之类的为主 而AIHPC台湾32号呢 它一开始就是超级电脑 所以它原来就是针对特定的运算加速在用的 所以有这样的测试结果其实并不太意外 目前TWCC的IHPC超级电脑有哪些应用的范例 第一个就是数位病理辨识可以强化精准医疗 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的医疗 在同一天之内可以运行103个任务 同时部署40个节点可以处理320张GPU 可以提升498倍的效率 第二个就是自然语言处理来实现智慧医疗 可以同时部署32个节点来进行训练 256张透过GPU可以实现6.7倍的速度提升 让原先要10天才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只要1.5天 针对病理影像啊 还有训练人工智慧的模型啊 需要大量记忆体跟图形处理器 另外针对容器运算服务 还有高速运算的服务 虚拟运算的服务跟云端物件的储存等等的 都可以提供很好的效能 第二个应用案例呢就是自动驾驶 各位知道这个自动驾驶也需要大量的训练跟推论 所以呢单一任务使用两个节点 8张的GPU 所以可以处理16张 再来就是在一天之内呢 同时运行并且在24小时内完成22个计算任务 再来就是我们之前谈过很多次的半导体产业的数位转型 这里面呢可以同时部署4个节点来进行训练28张的GPU 还有就是在一天之内同时运行48个计算任务 发展自驾车这里面包含AI相关的功能 让车子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跟辨识物件 这个包含停车位啊车隔线啊障碍物啊 这个就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可以提供更好的驾驶体验 另外就是工业4.0这种半导体制造 藉由TWCC的AIHPC运算力可以将图像化相关的资料丢到超级电脑里进行训练 这个呢针对于半导体产业的设计还有制造都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呢是TWCC AIHPC的超级电脑系统应用框架 刚刚我们谈到了云原生的超级电脑对于安全性非常重要 所以它呢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些安全的防护 再来就是云原生的基础设施 这里面包含呢K8S的微服务容器 这个我们之前有另外的影片介绍过 再来就是虚拟主机 无伺服器的应用区 还有就是人工智慧的模型训练部署推论 资料库还有冷热资料储存专区等等 当然最上层呢就是相关的客户开发的应用程式 可以应用在智慧医疗智慧制造 人工智慧的物联网 智慧安防智慧金融甚至智慧程式等等 更重要的是呢它部署在台中跟台南的主机 这个是异地备源 所以呢安全性更高 最后呢就是这个AIHPC as a Service的订阅服务 我们刚刚提到呢超级电脑 如果是单机版本 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维护跟应允 这个成本非常的高 那么用云原生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这些费用呢 丢给一家专门服务的公司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更低的门槛 简单容易使用的界面 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使用者的学习成本 可以更快的让人工智慧训练的结果能够推成初心 把这个高效能运算的重极 转化成简单容易使用的高效能服务 这里面包含容器运算的服务 高速运算跟储存服务 人工智慧相关的还有就是云端档案服务等等 都可以交给云端服务的供应商来提供 这样可以降低我们企业开发的成本 最后呢我们简单做个结论 这个云元森的超级运算 各位讲到云端服务供应商 想到的不外乎就是Amazon Google 微软 但是实际上呢 台湾其实有自己的云元森超级运算 也就是这个台湾三二号 经由台湾智慧云端公司呢 开放台湾三二号 提供给企业来选择使用 我想呢除了我们常听到的 这些外商公司的云端服务之外 或许呢这也是企业啊 在决定使用哪一个云端服务的时候呢 可以考量的一个选择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大家呢有关于台湾三二号 或者是云元森超级运算相关的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